刚才就录到哪儿 现在有一个人要提问 提问 什么 为啥你喜欢sticker啊 因为好久好久以前 我很小 我也不能上学 我最喜欢sticker的原来 然后哥哥们都有sticker 我就没有 所以现在还好我上了小学 小提琴学校有sticker 我最喜欢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用到这些材料咯 这些材料 你先挤挤水 好 看看水够吗 有水出来吗 水还够 所以还可以用呢 哦 magic渲染出来了 哇 是不是蓝色了 哇 好美哦 很美吧 嗯 要慢慢刷对不对 刷完了以后要怎么样啊 水 我觉得水量很够 慢慢刷不着急 不能够 有水的感觉了吗 好 pause the video 每个人 嗯 想一想 每个人 嗯 为啥这个 会有水呢 pause the video 嗯 好 哦 有一个小朋友答对了 他答对了 嗯 因为挤出来的是水 然后还有水 吸收过来 所以才有水了 嗯 他答对了 他很聪明 嗯 你看是不是有水量了 嗯 很美 挤一点 就用他的肚子来挤 嗯 嗯 水 我们现在是在渲染 是吧 对啊 这样使我们的图画更像 更像真的 妈妈说的很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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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我们画这一边 嗯 刷的时候要慢 不能着急 对啊 我们刷的时候要均匀 要像我一样很慢 舒老师提问 什么提问 喜鹅和鱼刷不刷 喜鹅和鱼不刷 对 因为是细节 嗯 对 我们是细节 而且我们要凸显 他们都刷上 这啥都看不出来了 对不对 对 你答的对 但是 但是 刚才为啥你要提问呢 你不用提问 要不你这样 你聪明 你就不用提问咯 慢慢刷啊 傅老师 我就是慢慢刷啊 你就要这样吗 这个已经很渣了 嗯 成渣了 要挤水了 是不是 好 你 你要提问吗 嗯 不提问 细节要注意 不要去刷它 你看 所以呀 细节那里不要去刷 刷了以后就成了 再挤出了一点水 不要去刷那个细节了 不然就乱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用 细节当中都不用刷 对 对 这边可以 好 谢谢傅老师的讲解 嗯 你就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不要刷到你的细节 也不要刷到你的 也不要刷到你的 也不能吃 不小心 吃掉这个 吃掉这个 也有肺炎 我讲一个 鬼故事 然后不讲了 没有空间 哦 没有空间 好 你是不是看到 水在这儿 现在有点渣了 所以我们 为什么水 水不够了 就可以打开 蘸点水 好 我需要蘸点水 好 我需要蘸点水 我们先泡子这 video 你刷完了 再展示吧 好吗 我也泡子了 你也泡子 就加油 加油哦 再